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在2月26日寶可夢直面會結束後 我看大家都在討論鑽石珍珠的重製 以及即將在2022年推出的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 但我今天要講的是比較沒有被人討論的那款 NEW寶可夢隨樂拍 為什麼是NEW呢 因為早在1999年3月任天堂的主機N64上面 就推出過這款寶可夢隨樂拍了 在前作中大木博士要做一份關於寶可夢的報告 報告中需要一些照片資料 於是請主角也就是玩家們來幫他拍關於寶可夢的照片 我們會乘坐博士發明的軌道車01號 沒錯 大木博士也會發明車子 這個軌道車01號會自動的往博士設置好的傳送門方向前進 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道路上拍到他所需要的那些照片 而在前作中每一個關卡能拍的照片數量是有限制的 把底片都用完了就沒辦法再繼續拍攝了 對那是個還需要底片的時代 當軌道車進入了傳送門也就代表這個關卡結束 我們就能從剛才拍到的照片中來挑選照片提交給博士 每拍到一個新的物種我們都可以把它交給博士 大木博士就會針對我們拍的照片來幫我們打分數 評分照片這種東西聽起來好像很主觀 但是大木博士會以寶可夢在照片中佔多大的比例 寶可夢擺的pose之類的來評分 如果寶可夢位置有在畫面中央的話 分數還會直接乘以2 或者如果剛好有一個畫面拍到群聚的寶可夢 還會有另外的bonus分數 那這些評分過的照片會被大木博士收集在一本相簿裡 也會變成一本玩家的攝影集 那隨著玩家完成關卡會慢慢的開放各種地形 讓玩家們去探索 在前作中總共會有7種地形 海灘、隧道、火山、河川、洞穴、溪谷 以及最後的彩虹雲關卡 以上是關於前作的簡單介紹 再來我們來從官方目前給的3個PV之中 來看看這個New寶可夢隨樂拍的樣貌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2020年6月的時候 官方首次公開的PV 內容中有提到這是個寶可夢居住的島 N64的初代3D建模變成現在的寶可夢3D建模 畫面變得超精美的 而且寶可夢也都好可愛喔 但是呢 這個軌道車一出來 我當初還是蛤了一下喔 因為這代表著我們還是只能跟前作一樣 就只能坐在軌道車上面往外拍攝 而不能自由的去探索 那這個PV一開始出現的畫面 我原本還期待 可不可以像PS3的非洲那款遊戲一樣 讓玩家在廣大的非洲草原去觀察動物 並拍攝任務中要我們去拍的那些照片 但是軌道車的出現就是要我收起那個大膽的想法 那軌道車其實就是有好有壞啦 壞的就是我剛才說的我們沒有辦法自由的探索 那關卡的路線就是那樣 有點像是我們去遊樂園都會遇到這樣的設施 我們坐上去之後 我們能坐的就是左右拍照 如果有東西錯過了沒拍到了 那我們就只能再搭一次或者重新再拍一次 那好處也就是方便 我們只要專注在如何拍到好照片這件事情就好了 那其他的事情我們都不用管 非常適合全年紀的人遊玩 還有一點就是如果跟前作一樣的話 一路上哪邊會遇到哪隻寶可夢都是固定的 關卡一進去右手邊就會有皮卡丘 之後波波就會從上面飛過去 之類的這些出現的順序都是固定的 玩得很熟的話就可以知道哪個時間點往哪個方向拍 我們就可以拍到最完美的照片 但我不確定這部份會不會有所變動 再來我們從今年1月的時候官方推出的第二支PV中 可以看到這支PV透露出來的內容比較少一點 在前作中只有一個主角 而在新作中我們則是可以選擇角色的性別 委託我們拍照的也從大木博士變成了阿靜博士 最後我們來看2月26號公開的PV中 確定了這次我們要調查的地方是藍蒂爾地區 除了阿靜博士外還有他的調查隊成員莉塔 以及新的勁敵角色菲爾 希望多的這些角色可以讓整個故事主著豐富一點 不然前作的話我們真的就只是單純幫大木博士跑腿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主線劇情可言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次的畫面中發現到 任務之前還是有拍照數量限制的 在這樣的數量限制下 我們要如何在一趟旅程中有效的來運用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PV中 他們對水衣布丟了一個蘋果 引誘他去吃然後來拍下特別的照片 那丟蘋果這個功能在前作也是有的 而且蘋果的數量是無限的 以前在玩都不是拿蘋果餵食寶可夢 而是拿蘋果丟寶可夢 那這次看起來蘋果似乎也是沒有限制數量 相信大家到時候玩起來應該也是會對著寶可夢狂丟蘋果 那在前作中除了蘋果外還可以在中途獲取攻擊的道具 也可以丟那個道具來引發特定的寶可夢做出特定的動作 那這個道具就真的是可以拿來砸寶可夢了 只是我不確定是不是還會存在著 那目前的PV還沒有看到 不過有看到說玩家可以播放音樂 來讓特定的寶可夢做出特定的表情 還有明光珠這樣的道具可以拿來丟寶可夢 就可以讓寶可夢發光 這兩樣道具應該就是這次新增的東西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阿靜博士對照片的評分標準 打得比阿牧博士還要細像 姿勢、大小、位置之外還多了角度跟風景 而畫面中如果有其他寶可夢入境還會有額外的加分 那這部分看起來是有繼續保留下來的 那前作的相簿同一個物種只能保留一張分數最高的照片 那這次看起來是會分四個星數等級保留四張照片 而且我們還可以編輯照片 做成現在已經找不太到機台的大頭貼風格 那並多了可以用網路連線把這個編輯後的照片上傳的功能 不過大家平常不是就會丟推特還是Facebook 這部分我先保持懷疑一下這個功能 在影片最後可以看到換隻寶可夢史拉比出現 在前作的時候也有三隻寶可夢 閃電鳥、極動鳥跟火焰鳥 達成某些條件就可以讓牠們出現 而且牠們出現的時間都很短暫一閃而適 真的要抓準好時機才可以拍到很好的照片 我想這次史拉比應該也會是這一類比較不好拍到的寶可夢 那根據官網上的情報這次遊戲中會出現總數200隻以上的寶可夢 那我自己是很期待這款遊戲啦 當時一宣布這款會有續作的時候 我就決定一定要買了 1999年隔了22年才出的續作 到時候也一定會實況這款遊戲啦 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我的影片後有沒有也想要入手了呢 還是被我勸退了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